大家好,今天要來向大家說明的是 要如何通過CAPSTONE軟體來進行影像分析的操作 那目前呢,我們已經先把影片會進來了 那如果呢,要進入到影像分析的畫面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右手邊的影像分析 點進來之後呢,就會進入到影像分析的頁面 那當然影片我們可以選擇開啟原本儲存在電腦裡面的檔案 或是說我們可以搭配一個網路攝影機來進行影像的呈現 那我們先把這個頁面先關掉 我們目前呢,是先會進來我們原本存在電腦裡面的檔案 好,那我們把它放大一下 那這個是一個電動車在進行類似圓周運動的一個小短片 那我們會透過這個影片中的電動車呢 來進行它的一個運動軌跡的分析以及速度的分析 那我們現在先回到影片的最一開始的部分 那一開始在追蹤這個電動車的位置之前呢 我們要先進行一些設定 那第一個部分呢,就是坐標軸的設定 可以看到現在畫面中這個黃色的坐標軸 那我們可以透過與滑鼠來拖移它原點的方式呢 來去移動這個坐標軸 那我們主要呢,要先定義現在這個 整個畫面中坐標軸的原點的位置 那假裝我們定義原點在這裡 那再來呢,我們就要設定比例池 那旁邊這個就是比例池 我們可以透過滑鼠去拖移這個比例池的兩端 來去幫助我們去設定 找到說這個畫面中參考的一個目標在哪裡 那假裝說我們現在參考的目標呢,就是這台電動車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這個電動車它長度是17公分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比例池的兩端呢 去把它對準到這個電動車兩端的一個位置 那我們拖移 那當然這邊都有放大鏡來輔助我們去 精準的去對到這個目標的位置 那我們去量測好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長度改成17公分 也就是0.17公尺 好,那我們設定完成之後呢 再來就可以開始去追蹤物件了 那方便的旗艦 我們可以把這個桌標軸跟比例池先隱藏起來 那隱藏的話 我們只要點選上面這兩個桌標軸跟比例池的圖案 就可以去隱藏起來了 這樣也可以幫助我們去追蹤這個物件 那要追蹤的話 其實我們只要用滑鼠點選這個物件 就可以去開始追蹤 那假裝我們針對這個電動車上面這個紅色的標的物 來進行追蹤 所以我們用滑鼠點一下之後 那當然 這個電動車就會進入到下一針的方式 那我們一樣就是用滑鼠再繼續點 就可以去幫助我們追蹤這個電動車 它所移動的一個位置 那當然其實這邊有一個放大鏡的工具 我們可以點選一下 那透過這個放大鏡的工具 可以幫助我們更精確的去追蹤到這個電動車 它目前所在的位置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電動車的位置呢 讓它追蹤一圈 那現在我們追蹤完電動車運動一圈的軌跡之後 再來我們就可以進行分析了 那我們可以去點選右手邊顯示列中的圖表 那中軸跟橫軸呢 我們當然可以設定成就是剛才電動車它運動軌跡的坐標軸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影像分析的測量值這邊選擇 那中軸的話我們就點選Y方向的位置 橫軸呢就點選X方向的位置 我們稍微把它調整一下大小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剛才所手動追蹤的一個電動車的運動軌跡 那我們可以把影片再從頭讓它重播一下 那所以目前呢我們就可以看到 隨著這個電動車它運動 那所對應出來呈現的一個軌跡圖 那這個就是簡單的一個位置的一個分析 那如果今天呢要進行速度分析的話 我們當然一樣可以再形成一個坐標軸 那當然在重軸這邊我們就可以選擇 一樣從影像分析這邊的測量值去做選擇 那這邊除了位置之外 下面呢就是速度跟加速度的測量值 那如果我現在要看的是X方向的一個速度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BX的部分 那它呈現的呢就是X方向的一個速度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它的大小來看 那如果呢我們今天要呈現Y方向的速度的話 我們就可以切換成Y方向的一個速度 那一樣稍微調整一下大小 那這個呢就是Y方向的速度的呈現 那通過這些方式呢就可以去觀察說 這個電動車它在影片中運行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分析的方式呢 去幫助我們找到這個電動車 這個電動車它所運動的一個位置跟速度 好那剛才我們是透過手動追蹤的方式呢 去標記這個電動車它運動的一個軌跡 那現在呢我們要介紹的是 要如何透過自動追蹤的方式呢 來更快速的去幫助我們找到這個電動車它運動的軌跡 好那現在我們把影片揮進來了 而且呢坐標軸跟比例尺的部分 我們也設定完成了 那我們一樣先把坐標軸跟比例尺先隱藏起來 好那如果要設定自動追蹤的話 在上面工具墊呢這個就是一個自動追蹤的一個選項 我們可以選擇之後 那畫面中會出現像這樣的一個方框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方框去對準我們所要追蹤的一個固件 那假裝說我們現在要追蹤的物件呢 是這個電動車上面這個紅色的一個標籤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方框呢稍微讓它去縮小一些 如此以來呢可以更能夠幫助它去偵測到這個紅色標籤的位置 好那我們現在呢把這個紅色的標的物框選之後 那再來我們就可以點選這個開始 那它就會幫助我們去追蹤這個電動車它運動的一個軌跡 那我們一樣呢讓它追蹤一圈的一個運動軌跡 那我們一樣呢讓它追蹤一圈的一個運動軌跡 好那現在一圈結束之後呢我們就先點選停止追蹤 好所以目前畫面上看到的呢就是以自動追蹤的方式 幫助我們找到這個電動車它運動一圈的一個軌跡 那現在我們一樣可以透過建立圖表的方式呢 能夠幫助我們去觀察它的一個位置跟速度的關係 所以呢一樣我們可以選擇Y方向的位置 那很久呢選擇X方向的位置 那一樣我們把它調整一下大小 那如此以來呢這就是整個電動車它運動的一個軌跡圖 那我們一樣可以稍微的把影片讓它重播一下 好那這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類似的一個圓中運動的一個軌跡 那當然如果我們要分析速度的話 當然一樣可以透過再建立一個表格 或是這邊可以直接切換成速度的一個方式呢 來去幫助我們找到它速度的一個關係 那這是X方向速度 那一樣當然可以切換成Y方向的速度 也調整大小 好那以上呢就是針對capstone的影像分析來進行一個簡單的說明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